大家好,我是嘉儀 我是嘉琳 我们是黄金女郎 今天我们的黄金女郎是静怡 大家好,我是静怡 欢迎静怡 静怡,你为什么会想要学画画呢? 我应该从小就很喜欢画 可是从来没有正式的拜师 我就是很喜欢这位老师的画风 非常非常特别 就是跟我在别的地方找到画室 能够画出来的作品的感觉差很多 一看到就非常吸引我 对,我喜欢画 我自己也不觉得我画得怎么好 就还好,我常常当学艺鼓掌 就有一次我外婆看到我高中的时候 有一堂课她让我画一幅画 然后我外婆突然跟我讲说 真是可惜的,你这么会念书 对,我们都被高中误了 因为没有人好像卑鄙之后 然后说我,我要去画画画 我要去画画 有时候你问你自己说 其实你自己的兴趣为什么 十年来你没有碰过画笔 这好问题 对 其实现在职业妇女就是这样子 又小孩,又工作 还有父母,公婆 对 因亲关心 对 我朋友是十年可能真的不会见面 没错 而且还有论文的压力 各式各样 太惨 到今天都还没有听过 可是有一天你就会觉得说 你不做你喜欢做的事情 你日子还是在过 对 然后你工作也不会做得太好 没错 那你来做你想做的事情 你工作一样不会做差 真的真的 而且你会想说 你不是浪费 就是说你必须空出半天的时间 做这件事 你早上就会特别振奋 对 一早就搞定去把事情做完 没错 然后回家觉得很内疚 看洗衣服 乖 事件都很顺利给完成 非常好 可能是我 我其实没有正式的学过画 所以这次算是比较正式的学画 我是很认真的 我每次要坐好一个钟头的火车 在这边我都非常愿意 哇真的要坐一个小时的火车 到这边来呢 那你有没有想说 希望学到什么样的程度 什么程度 没有我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目标 不过 我其实只来上位子 不过我回家之后 我有空就会拿起比较坏 我希望有一些 就变成我生活的常态一样 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像我自己的话 我是希望能够 带着这些画剧 然后浪迹天涯 对 然后呢 就把旅途上的这些 所见所闻 把它画下来 有些人也许说 用手机拍就好了 可是你画了就知道 其实画画的感觉 跟你用手机拍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呢 我们今天就请到 专业的图文老师 来跟大家说明喔 我们欢迎林江文老师 老师是怎么开始投入这个水彩 跟这个街景的创作呢 一开始画画的时候 然后 嗯 其实不知道 不知道想要画什么东西 他就试着 从画家里附近的房子开始 因为 其实 家里附近的主题是最多的 而且是你 比较熟悉的地方 最早是这样的开始 可以给我们一些初学者 你使用的建议吗 课堂 对 初学者其实 一开始先不用说 一定要自己画得多好 还是要先让自己有兴趣 就是 因为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才会比较长久 所以 开始尽量就是以画得 开心为主 不要像是 在 上博士班一样 没有 有刻意压力的感觉 所以就是 就是 先找出 对 先找出兴趣 如果 画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先不要画 就是休息 把它当成是一个 塑压的休闲活动 会比较适合出学者 再来可能就是 可以先看一下 别人的作品 就是先大概知道自己想要 画成怎样 可以以那个目标下去 做学习 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喜欢画得很写实的风格 那有些人他是喜欢 比较轻松 像插画的风格 那这个是你自己要知道的 不要你 你喜欢画可爱风 可是 你都学写实的 可能会 会 会忘记你当初 为什么想要去画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初学者 你还是 要 知道的东西 对啊 一开始要先找到自己喜欢的画风 就可以先大概看一下 或者是 应该多少会有自己想画的东西 主题啊 或者是风格 都可以 那确定 自己想要什么之后 再来 找学习的方法 可能是 可以比较好 那如果 都不知道的话 就先看你有什么资源 看哪一本 也许 教画画的书 比较看得下去 那一本 从那个开始也可以 老师除了水彩之外 您还有 试过其他的素材来创作吗 嗯 主要 上色我都用水彩 因为水彩 毕竟还是 最方便的美材 那原因是因为它 比较便宜 再就是它 比较 不会弄脏 比较说你 不小心画桌上 其实用水就能擦掉 真的 对 那除了水彩之外 我还会用钢笔 因为 有时候画完图 旁边会写字 那钢笔写字是很适合的 那 如果只用钢笔 画线高的话 其实跟你的字 摘起是很大的 在除了水彩之外 我 应该是最长的使用 就是 钢笔 嗯 可是那 油的那个 粉色笔的话 它可以再沾水 并且类似水彩的效果 老师觉得那样子跟 纯粹用水彩的画 感觉有什么不同啊 嗯 如果 光看 看它完成的 其实是 差不多 因为 它 它们的 原理是差不多 嗯 一样的 那 实际使用上 就有差 像那个 嗯 如果你直接用水彩色鲜笔 它是可以直接画出 一个物质的面 嗯 就不用说 假设我们现在画窗户的框好了 那 水彩可能是要画出它的边 嗯 然后再填灰色 那如果你是直接用水彩色鲜笔 就直接 直接画一个灰色 嗯 就可以 那画完你想要 把它云开的话 就直接 加水 嗯 所以它是 用钱 差点是 差在这边 就是它颜色 会不会就 比较瘦心 它颜色基本上 是会浅一点 嗯 因为 嗯 它算是 加水去洗湿 那你 很难 在 用干的东西画得很浓 但是水彩的话 你可以 水彩浓度高一点 水少一点 就可以 做出比较浓的效果 嗯 嗯 所以不同的素材 会有不同的趣味呢 对 嗯 所以可以多玩看看 嗯 好专业喔 有时候 有时候 同一个人 画的东西 它只要间 工具画的 可能就变成 另外一个风格 嗯 就会有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 对 那再从中找到 觉得适合你的 去做冲突 就好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 用不同的素材 大家试着玩玩看 最重要是要保持一个 很 玩乐的心 然后很快乐的 投入其中 嗯 今天非常谢谢 李老师到我的回答来 谢谢 拜拜 看完今天的影片 你有什么感想呢 麻烦您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给我们按一个赞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能够随时收到 我们影片最新的通知喔 我是嘉一 我是嘉玲 黄金女郎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拜拜